我先提出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兩位律師講法律的東西 這不是我們能夠插嘴的 但是我有一個看法就是說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川普總統 他是不是干涉了法律 還有他到底有沒有空間 會不會受到彈劾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講說 比如說美國聯準會 他是有獨立性的 但是川普他在他的推特上 時常發文去批評聯準會 所以說他不斷的加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擺明了說 總統發言就是不適當 但是不適當跟違反法律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違反了法律才會被彈劾 我們應該可以這樣說 所以說如果說川普他今天 他發言他批評了聯準會主席 說他的利益政策不當 這的確是不適當 但是如果川普他講說 因為我們都是同僚嘛 幫美國幫人民做事 如果說我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我就說出來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很多東西川普他特別會應用這種 這種空間模糊的空間灰色的地帶 就包括說如果說孟晚舟女士沒有被引渡到美國 那麼私底下在桌子底下很多東西都可以談的 那一旦引渡到美國那就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那川普總統是不是有這個權利可以不去引渡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說我們剛剛提到說人民會反對 政治力量會反對 但川普他時常用的一句話就說 這是國家安全 這是國家重大危機 美國面臨了生存的危機 經濟發展的危機 與中國競爭的危機 這些他都可以誇大其詞 把它去無限地把它擴大 這就是他認為適當性 那麼搞到最後一定是兩黨又吵來吵去 所以這個是有一種模糊的空間 並且也就是說因為模糊的空間存在 讓川普總統他具有發揮的空間 我們現在回頭講我想要談的就是說 不管孟晚舟這個事件被逮捕 是不是預謀 但是那些都不重要的 天底下有很多事情 就算剛開始不是計劃性的 不是預謀性的 但是只要他一發生之後 各種的勢力 包括政治勢力就會介入 所以川普他的閣源 就充分地利用這個情況 商務部長羅斯也講過 這兩個事件可以掛鉤 跟中美的貿易商談可以掛鉤 那川普都講他也可以介入 這就是說就算你不是預謀 那麼他川普的內閣閣源 也可以把它掛鉤到中美貿易戰上 那再過來就說 至於說到底美中的貿易戰 還有華為財務長孟晚舟被逮捕的案件 我個人認為說 這有可能就會被利用為 作為美中貿易談判的一個籌碼 或者說美中貿易戰的一個延伸 因為美國不只是在制裁一朗案 他還有其他方案 比如說他可以利用海外反腐敗法 就在同一天12月5號揭露的那一天 一個香港前民事局的局長 他就被在紐約被判刑過 所以他引用的就是海外反腐敗法 這個可以美國可以利用這方面的 就是如果說他要刻意運用的話 這變成是一種 第二個戰場 他可以延伸下去 不斷的就變成是 美國能夠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一個籌碼 那至於5G方面 前幾天從11月開始 美國也特別的提到 所謂的中國製造 2025 中國製造2025 其實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美國憑什麼反對 另外一個國家他的計劃呢 其實不行的 但是美國所反對的就是說 認為中國利用他自己的市場 強迫美國的公司要技術轉讓 還有他不尊重技術財產權 所以這有時候講的不是很清楚 其實一個國家當然沒有理由去反對 另外一個國家的經濟計劃 但是中國他現在他把他不再提中國2025製造 他意思是想不再提之後不再高調 那就是不是能夠擺脫美國在這方面的 就是一直追纏下去 那不現在美國這方面也提出來了 中國2025這個製造不再提了 並不表示說中國不會再繼續做 那美方也提出來說 如果中方是用公平的方法 去競爭的話 美方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用這種不公平的方法 美國就會反對 所以這是一種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 那麼我個人還是那個想法 就說孟晚舟事件很有可能 被拿來雙方談判的一個籌碼 就像昨天 昨天美國股市大轉 為什麼 因為前一天 川普說他有可能會介入 為了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安全的理由 在很不幸的今天股票又有一點下跌 所以這個雙方這個貿易戰在兩方面都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在經濟上的壓力 同時呢 自己的團隊也有很大的壓力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說 假設川普他向中國要到的東西不多 那回過頭來 他在國內也無法交代 我們今天換一個角度 如果說中國 如果對美國退讓太多 那麼中國即使是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主席 他是非常的強勢 他在國內也會面臨到 面臨到許多的壓力和批評 所以現在對於兩國來講 都有這個壓力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同樣的 他們也深怕說萬一讓步太多 中國如果讓步太多 或者是美國他要到的東西不多 要到東西不多 也就是讓步 這樣對他們自己國內來講都無法交代 所以現在就像剛剛一開頭 主持人劉平先生講的 現在中美之間是在緊鑼密鼓的 在商談這個經濟貿易的這個協商 同時間這孟晚舟事件 被這個發生之後 對兩國來講 又是另外一個就是戲外戲 因此我認為說 我們可以看的是說 現在中國他是盡量的對加拿大施加壓力 為什麼對加拿大要施加這樣壓力 他的目的是希望說 希望能夠不被引渡 如果不被引渡的話 很多事情都好談 但是一旦被美國引渡過去之後 很多事情都會複雜化的 包括美國自己也非常的複雜化 就像我剛剛所提的一個問題 待會律師們可以再談一談 就是說一旦引渡之後 美國是被按照這個法律 那川普他可能也得跟著法律走了 所以現在兩方面都想 希望說在孟晚舟這個事件上 中國是希望能夠盡量的施加給加拿大 然後把這件事情在私底下給解決 那麼美方是想利用這個孟晚舟事件 能夠盡量的多拿一些籌碼 多拿一些東西過來 所以剛剛是簡單的說法 對於中國這方面來講 當然要說這件事件是預謀的 而且有計劃性的 是美國陰謀的要打擊中國的企業 要在整個中美經濟科技競爭上 美國要佔一個優勢 這個可以理解 這樣的說法也可以讓中國官方 能夠對人民有所交代 那至於華為這家所謂的科技公司 美國是不是把它當為頭號的要打擊的對象 或者說在這次孟晚舟事件中 華為是不是被美國列成最大的一個目標 就要看一個從什麼角度來看 如果說美國這次能夠利用孟晚舟事件 與中國達成了在貿易談判上 得到更多的利益的話 那麼美國有可能會暫時的 就讓華為這件事情就不再追究 但是不再追究並不表示說美國不會再緊咬華為 只是說這個制裁伊朗案 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結局 如果說孟晚舟她不被引渡到美國 那麼美國就很難追究華為公司在伊朗案 她的違反美國公司的法律 除非美國有另外的證據 這個不相關的 一個說美國希望從中國那邊拿到更多的利益 利用孟晚舟華為這次的事件 同時她這一次可以說會放過 但並表示說以後還會放過 這還是會繼續緊咬的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 如果說中美在這個貿易談判 這90天內的貿易談判沒有辦法達成協議的話 那麼美國必然會在華為這事件上 能夠要會大做文章 並且會極力的要求能夠引渡 因為打擊華為 我們剛剛有 魯先生有提到 華為跟中興是差不多 但是還是有點程度上的不一樣 因為許多的中國人 都把華為當成是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認為說華為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張名片 也就是代表中國的科技 中國自主研發的科技 我們不管他到底是不是自主研發 還怎麼樣的 這是對中國人的印象裡面 他們是這樣感覺的 甚至於連台灣的報導 也都把華為當成是一個高科技公司 能夠自己自立勤奮的自主研發 能夠走到今天的這個地步 如果說中美在未來的90天 其實不到90天就到2月底 如果達不成這個協商的話 在孟晚舟事件上必然的會 美國會繼續的要求會引渡 但是當然這個60天跟90天的差異 還是有一些事件上的差異 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願意說 重新再進口大鬥 也就是對美國他比較軟一點 這就是暗示了 這個貿易協商是可以達成的 但是對加拿大中國就非常的強硬 因為他希望孟晚舟不被引渡到美國來 所以就藉由保住孟晚舟 其實是保住了華為 至少在華為在5G這個科技發展上 中國這個不會受到太大的阻撓 那對美國來講就要權衡 到底是說中美貿易要多拿一些 還是說華為在5G技術上的發展來講 美國能夠徹底的打敗他 所以這要看川普內閣的決定了 我剛才講一點就說 剛剛提到中國經濟數據的問題 從數據上我們真的很難辨別 我們只能說懷疑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外的觀點來看 到底現在中國經濟是怎麼樣 在第三季度上市公司財報的時候 拼多多他是今年才到美國來上市的 他第三季度的財報非常的好 拼多多是什麼樣的公司呢 可以把它想像成拼多多以前 他是就像美國的Glupan一樣 就是你有很多人一起去參加購買 所以越多人 你拼得越多人 那麼你的價格也就能夠拼得越低 這是拼多多他的定義 當然拼多多現在也想走向 像淘寶 像天貓這樣的一個平台 也想走向京東 不過拼多多他以前他的市場 大部分是在所謂的35、67、8線 我講這個只是一種說法 主要不是在一二縣市 在一二縣市最主要是 像京東還有淘寶 阿里巴巴天貓這樣的電商公司 那麼這個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拼多多財報這麼好 而且他的用戶急劇的增加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 所謂第一季第二季就已經達到 三億的用戶 在這兩三年三年的時光裡面 他就衝到這麼高的用戶數 而且在不斷的在衝高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說 這幾年來 中國一直喊的一個口號 就說消費升級 到底消費升級了沒有 如果消費沒有升級的話 那就表示內需這一塊 最近中國從2008年就開始想要轉型 從製造業 再加上這個內需的消費 兩個馬車騎頭必盡 但是在內需這一塊這兩年 至少是今年看起來好像不若以往 腳步放慢下來了 如果說中國許多民眾 因為一些原因 比如說因為房地產太貴了 背著房貸太貴了 或者說他們還要花錢在醫療設備上 那必然就會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 拼多多的崛起和京東財報的不算好 不能說很差 但是京東財報並不算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中國數據有 所質疑的人也可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的內需市場似乎至少是降溫 我們不能說熄火 就是從這一方面來看 那剛剛主持人劉平先生有提到說 習近平先生在國內會不會面臨到壓力 這個壓力一定會面臨到的 但是也不用替他太擔心 剛剛魯先生有說過了 這個中國政府的宣傳能力 再加上孟晚舟事件 可能可以被中國拿來當成一個藉口 我們是因為要顧及孟晚舟 我們要為了顧及華為在全球上的競爭力 我們多讓一些不 那也沒什麼關係的 這反而從另外一角度來講 也不算太壞的消息